念佛适宜 尊敬的法师慈悲 尊敬的雪梨静忠学会理事同仁慈悲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大家尚无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次是墨学来到雪梨 跟大家一起共修 这是第一次 墨学从这一个疫情开放以后 出来跟大家分享佛法 习讲的题目都是念佛事宜 这一篇是采用雪梨老人 李炳南老居士 在台湾灵言三世 佛妻当中 跟念佛的同修 开示的一段文章 墨学 在这一个疫情的时候 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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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的这一些开示 看到了 读到了 这一篇 非常非常的管用 我们好多念佛人 就如同老和尚在讲习当中给我们讲的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啊 有口无心啊 我们念佛啊 找不到真正念佛的方法 所以 我们念佛的方法 我们念佛的方法 在二主 散导大师啊 给我们讲的 万修万人去 到今天啊 到今天啊 到我们这一个时期啊 一万个念佛人 只有一两位成就 是念佛法门出了问题 还是修学念佛的人出了问题 这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课题 尤其啊 对我们念佛人而言 当年 当年 李秉南老居士啊 告诉我们老和尚 台中佛教联社啊 有一万个同修 一万个成就的只有五六位 跟当时 跟当时 散导大师给我们讲的 一万个人 一万个成就啊 差的太多了 所以 这一篇文章开始啊 就是要告诉我们 什么 什么 叫念佛 怎样 才算是念佛 所以 我们老和尚啊 常常在 讲习当中啊 给我们问问题 你会念吗 我们念 会念吗 如果我们真的啊 只有口念 就如同 主师大德给我们讲的 喊破喉咙也枉然啊 所以 我们 我们这一个课题 我们 共同 来学习 针对 这个念佛 不然啊 我学常常啊 跟 避世的这一些同修说啊 不要等到我们灵命中的那一刻 我们 我们才后悔 我们才发现 我们啊 这十几二十年来 修学错误了 方式错误了 什么意思是方式错误呢 我们 跟佛的教导啊 是相违背的 跟佛的教诲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啊 我们好多人啊 好多同修啊 尤其念佛的 都是自以为是 所以啊 墨学常说啊 不要等灵命中的时候 最后一口气 见到的不是阿弥陀佛 见到的是阎罗王啊 见到的是牛头马脸啊 见到的啊 这个阎罗王 墨学现在来到悉尼 也要讲两句英语 给阎罗王取个名字 叫 Jimmy Wong 我们如果见到Jimmy Wong 哎呀 错了 我们这一辈子念佛 这一生人念佛 我们念的只是什么 如今上给我们讲的 在我们阿来也是中 中一个金刚不坏的种子罢了 今生今世能够成就吗 成就不了 为什么呢 方式方法用错了 所以 李老师 开张明义 头一句话 给我们提出来了 悟等修净土法门 我们大家 都修这个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 我们 头一桩 头一件事情 要搞清楚的 那就是啊 指在 这个指 叫中指 我们要有方向 我们要有目标 我们 我们 为何 要选择 修这个念佛法门呢 为什么 佛陀教导我们的 有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 我们不选 要选 要选念佛法门 所以这个宗旨 所以这个宗旨 一定要给他清楚明白 我们 浪费 浪费时间 所以 在墨学的寺院里面啊 我们打佛七 我们念佛共修啊 这些同修 如果不认真的 他不是肯定来修学的 他来做什么呢 打发时间的 有吗 在这个 weekend 孩子 他自己出去了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entertainment 所以 这个老扣扣 老扣扣 会听吗 老头子啦 我得楼爷 点讯呢 不敢有 我们可以去那里 可以来学离 敬中学会 因为我们一般老的 对不对 这边有很多朋友 又有的讲话 谈天 又有的 你看 马来西亚来的 有东西可以吃啦 不用自己煮 来这边做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 墨学常叫他们啊 回去吧 来到道场 不但没有 增福 赔福 反而怎样 损服了 所以有好多人啊 来到佛门里面 串梦子的啊 过一阵子啊 你看他的夜报信前 啊 人家就讲啊 你看他不要学佛啊 学佛最后啊 就像他这样啊 这样凄惨啊 错了 这个人因果 个人负责 所以我们来到道场 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的终止目标 我们修这个法门 也要懂得终止目标 整部大藏经 啊 一百六十八册 一百六十八册 里面包含了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 墨学常常啊 给诸位做批语 我们佛教啊 就像一间 pharmacy 里面什么药都有 但是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药我们都可以吃啊 我们都可以用啊 我们都可以服啊 不行哦 你不要头痛 然后去吃什么 吃肚子痛的药 有没有 我们 这个 经络啊 扭到 你不要跟我吃什么 头痛的药 伤风的药 不管用啊 不但不管用 有可能我们会吃出病 吃出问题 所以在这个pharmacy 就是我们佛教就像pharmacy一样 一间药铺 里面 其难杂症 都有药可医 就看我们啊 吃的对不对 有没有对症下药 我们八万四千法门 佛陀给我们讲的啊 都是对着我们众生 有八万四千种这一种根器 我们人人的烦恼不一样 大家现在坐在一起 你看看隔壁的 隔壁的烦恼不一定是你的烦恼 你的烦恼不一定是隔壁的烦恼 你的问题不一定是隔壁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人的烦恼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根器都不同 所以佛陀给我们讲了 发了这八万四千种方法 发八万四千种方式 来针对我们个人的烦恼 个人的习气 个人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八万四千种方法当中 我们选择了 我们选择了念佛 这个方法 我们要知道哦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 可能 我们念佛 一边念佛 一边持咒 一边我们还能够去什么 感激灿 认为啊 我们念佛啊 单单念佛 好像不够厉害 好像 还缺一点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杂羞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门深入 全部在于我们的终止目标不确定 所以现在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 不晓得这一边的情况怎样 我们那一边啊 马来西亚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父母都很头痛 头痛什么呢 你看 他一进到University 第一年选择这一个科系 读这个 subject 读半年 读一个学期 他讲 我没有兴趣 太难读了 不要 我要换 所以现在年轻人好多啊 读到老都还没有毕业 为什么呢 每一学期换科系 所以父母很头痛 哇 他又要换 因为没有方向 没有一个目标 所以啊 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所以 李老师啊 一早 一开始 一开端 就给我们确定 这个方向 指在什么呢 指在 来 还没有揭晓之前 问问大家 为什么我们学念佛法门 为什么我要修学念佛法门 我们的目标目的在哪里 有啦 有听到答案啦 指在将来 指在将来 得正佛果 我们的目标目的 就是要成佛 如果我们讲啊 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西方极乐世界 也也属于是什么 过程罢了 所以很多阿公阿嬷 他告诉师父啊 他来讲 师父师父 我看我不能成佛啦 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做脚宅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哦 很多老同修都有哦 他讲 哎呀 我在这个朔布世界很苦啊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做 Madella 大家知道什么是Madella吗 去做人家的佣铺啊 佣人 哎 我去那边扫地也可以 洗厕所我也要 所以我听到了之后啊 有一点点头晕 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不了解啊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他的避风港啊 他要逃避啊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了 为什么我们修十几二十年 到最后见不了佛 因为我们念佛是什么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去西方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哦 这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不然啊 我们真的啊 我们真的啊 忘费了 今生今世能得欲 这一个念佛法门 太浪费了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老和尚六十二年来 不离开 不离开讲座讲座讲习 为什么 因为啊 深入经账非常重要啊 正所谓的 因地不正 果遭遇 果遭遇 如果我们的这一个心态 不正确的话 这个结果啊 就会差很多啊 所以 墨学常常讲的 来到道场做义工的 同样时间进来的 譬如说有五个人 五位 义工 诺干年后啊 诺干年后啊 过了几年 你看这五位 各个得到的都不一样啊 有一些已经啊 不来了 不做了 有一些啊 越做越好 有一些啊 越做越糟糕 同样啊 同样啊 来到同样的道场 来到同样的地方 做同样的事情 扫地 骂地 洗厕所 同样啊 为什么 这个结果不一样呢 就要知道了 用心不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 因地 因地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态 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同 将来啊 得到的这一个结果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 我们先一定要将我们的心态摆正 所以记得 我们修学这念佛法门 李老师给我们讲啊 主要目的在哪里 成佛 我们是要成佛 所以我来念佛 你不要念佛为了做族宅 不要念佛是为了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做庸人 扫地 扫地 我们有读《无量寿经》都知道 你看那个叶子啊 落到地上啊 它又不见了 不用你扫了 不必我们费心 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哎 有一些安地 他很会煮哦 他讲不用紧 我去西方极乐世界煮给阿弥陀佛吃 阿弥陀佛不用你煮啦 我们去到那边你看我们施食得食 我想吃什么一想就出来了 都不用煮 所以那边啊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老和尚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状况的 里头有讲到了 里面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老师 一种是学生 没有人 没有其他的了 啊 所以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目的在哪里 就在于成佛 这样说下来啊 好像 八万四千法门 佛陀讲的 那些其他的方法 是不是也能成佛的呢 告诉诸位 法门平等 无有高侠 释迦摩尼佛给我们教导的 记录在大藏经里面的 这八万四千方法 门门都是为了成佛 这个宗旨这个目标的 都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念佛呢 你看 问题又来了 八万四千法门都能成佛 参禅的能不能成佛 能 玄秘的能不能成佛 能 修咒语的能不能成佛 能 都能成佛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阿弥陀佛呢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念佛呢 李老师在后头啊 给我们讲出来了 修他法门 欲证佛果 需经三大阿生其解 百万人中啊 难有一人成就 问题出现在时间上 修八万四千法门 修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你修哪一法 都是可以成佛 早晚罢了 有比较快的 有比较慢的 我们选择念佛法门 是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最最最最最快的一个方法 没有任何方法 比这个方法更快了 所以我选择 所以李老师给我们讲 如果我们想要修其他法门 要来成佛的话 没问题 但须经啊 三大阿生其解 三大阿生其解是有多久 我们不必去理解 它是一个天文数字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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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你要跟自己讲太久了 有多久呢 比我们现在还久 大家想一想 现在我应该七十岁 我七十年罢了吗 很久吗 我们不只是七十 我们不只是这一世 是 如果我们从释迦摩尼佛诞生 来到这世间 给我们讲解这一些佛法 开始算齐 我们至少有两千五百六十多年 两千五百六十多年来 我们在这一边还没走 我再算 如果我们每一世 都有一百岁了 我们总共过了多少世了 至少二十五次 死了生 生了死 死了生 生了死 二十五次 二十五次 我们还没走啊 我们还在这一边 今天大家还在坐着普团 我还坐椅子 还没有看到莲花 我还没有坐到莲花 我们大家还没有 但是已经过了多久啊 至少哦 至少哦 两千五百六十多年 老和尚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演绎书超里面给我们讲 我们大家啊 生生世世啊 都超过了 三大阿生集结啊 我们都这么久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什么 老同修 今生今世又来修 再见面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每一生每一世啊 我们都会忘光光 这个就是这边的 这个 Ruth and Regulation 我们每一生每一世 一从头开始 我们就会忘记了 忘光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啊 三大阿生集结啊 都在这个娑婆世界打转了 所以啊 李老师给我们讲啊 百万不是一万哦 是百万人啊 难有一人成就 太难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如果我们修其他法门啊 我们怎么能够成功呢 所以佛陀 所以佛陀 释迦摩尼佛啊 非常慈悲 他知道 尤其是在这末法时期 这一段时间 什么叫末法时期呢 佛陀不在了 我们的教主 我们的这个 principal 不得了 他的这一个 student 学生 有在吗 也不在了 他直接教的这些 老师也不在了 统统不在了 所以啊 特为这一个时期的我们 介绍了 这一个念佛法门 这念佛法门啊 是针对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 而说的 你看佛陀不在了 这个 穆监年 摄利佛 阿南 这些大弟子 在大学生 这个学生 释迦摩尼佛 直接教导的学生 也不在了 所以啊 这念佛法门啊 给我们 特地为我们 而开设的 所以我们这一个净土法门 李老师给我们讲啊 只要在此娑婆世界短短几十年 我们念佛法门啊 要成就 要成功 我们 在这个娑婆世界 需要用多久的时间啊 只要一世 一世 如果我们长命 一百二十岁 如果我们短命 四五十岁 去撒尼佛 我们就跑了 就是这么短 我们就能够成就了 这就是念佛法门 所以 李老师给我们讲啊 短短几十年 现在的人啊 要活一百岁以上好像很难了 现在五十岁就有feel到了 就感觉感受到了 开始啊 从哪里不死患啊 不听话啦 从脚开始 你看人老哦 脚先老 你开始开始觉得啊 啪啪啪啪 跪下去 拜起来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脚吃力 这是第一封信了哦 don't play play 是时候啦 所以现在很多 你不要讲说 五十岁哦 现在二十岁都这样哦 十几岁的有吗 也有哦 好像我们刚才啊 受戒 你看大家都要跪着的 有一些同学啊 来跟师父讲 师父师父 我不能跪 我一看他 十七岁罢了不能跪 你看 这个脚啊 所以啊 我们念佛法门 短短七十年 这一生这一世 就能够成就的 那 然后方法 非常简单 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 即得往生 我们就能够成就啦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啊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这一个念佛法门 我们不去修学其他的呢 就是这个法门 修学的时间短 有一些人讲啊 哎呀师父啊 我现在 八十岁了 我才来念佛 来得及吗 no problem 没有问题 我们看这个净土圣贤路啊 打开一看一读 你就懂了 以前的人啊 修学这个法门啊 三年五载啊 就get the 西方极乐世界的visa了啦 就有permit了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边 末法啊 我们这个时代啦 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从头 黑黑的念到白白 然后 any visa and permittable 都没有 nothing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念佛出状况啦 一句阿弥陀佛罢了 要 要知道怎么来念啊 所以跟诸位说啊 我们念佛法门 不是大家认识的 觉得的 那个念佛法门啊 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要念啊 要有方法 要有方式 它是有strategies的 知道哦 所以这阿弥陀佛如果是没有的话 为什么会有五经一论 我们的经典啊 你看无量寿经 什么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 这四字鸿鸣这句佛号的什么 使用说明书 就好像我们买hand phone有没有 hand phone里面 它会attach一本厚厚的 这一个指南 使用指南 教我们怎么来用这一个电话 里面的方式是怎样操作的 我们阿弥陀佛啊 有五步一论啊 来教我们怎么来念啊 所以念佛不要以为就口念 什么都不用了 就阿弥陀佛可以吗 当然 做到了六个字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偏偏偏偏离 大家 包括墨学 我们做不到那六个字 什么字 老实 听话 真干 没有 不要说后面的听话真干 前面的第一个老实 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人 没有老实了 所以为什么 以前的时代 念佛法门是万修万人 去因为老实 应主 我们应光大师 这个 灵言三世 以前 应光大师的道场 有没有像我们现在 还有什么 开示佛法的 还来讲这个念佛的 有吗 没有 应主的道场 一年365天 天天都是佛气 天天从早上 四点半 五点开始 念佛 念到晚上九点半 睡觉 十年如一日 没有 没有奖金 应主当时 给我们讲 奖金都是什么 夹杂 但是为什么 我们老和尚 教我们 念佛人 一定要八个小时 听经 八个小时 念佛 你看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没有老实可言了 不老实了 所以以前的人 你看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上一辈的 从中国 逃难来到南洋的 这一带 有修学佛法的 你看他吃树 他一餐饭 他可以单单吃 这一个 找导入 这个俯乳 就这样子 吃一顿 你看我们现在 吃树的 我们虽然讲 吃树 我们对 素食的 要求 有多高 你看现在 全世界都在流行 日本的 也有素食 现在 你看 一样一样 这个叫不老实 不要太开心 我们吃树 也不老实了 现在 以前真的是什么 所谓一句 菜炒菜 菜跟菜一起炒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素食的 还可以吃叉烧饭 还有鸡饭 什么都有 好像用这一个 我们好像也有说东西 用蒟蒻做的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不老实 不要开心 这都是不老实 我们吃树 都是不老实了 更何况 学佛 更何况 我们修学着念佛法门 我们都不老实了 所以我们的成就 太难了 我们老和尚 给我们讲 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 念佛 目的何在 因为我们做不到老实了 做不到老实 我们就必须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清楚去理解 这一句阿弥陀佛 要怎么来念 我们才能够成功 我们才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精湛 这五经一论 是不是代表要大家读完呢 读完 跟诸位说 我们又再不老实了 真正实实的 我们要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 念对 五经选择一步 我们老上 给我们选择了 我们静中学会 修学的是什么 五量寿经 但是问题 又出现了 现在的末法时期的众生 我们蛮喜欢的 我们把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流传下来的 这一些教导教会 就是我们讲经典 通通把它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客颂本 大家知道什么叫客颂本吗 就是把它打开 我读给你听哦 阿弥陀佛 你有听到吗 我读了哦 有一些人读五量寿经啊 一个半小时变九个字 四十五分钟 更快的三十五分钟 我听过 他做rocket更快 他开始啊 佛说打成五量寿经 打击啊 真的啊 非常快 还跟人家喧闹 五量寿经需要这样久吗 你不熟啦 熟得很快的 你看 这一些经典 跟诸位说 不是拿来读的 经典 我刚才讲了 是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的说明书 所以 你买hand phone 你买calculator 以前我是教书的 我教这一个高级数学 所以我是用scientific calculator 所以scientific calculator 你买来的时候 也是一大本的 说明书后面 各个的语言 国家的语言 至少有六个 然后很大跌 你会不会每一天 把那一个说明书 拿出来读一遍 有吗 不是的哦 是我们去研究 this button this function how to use it 我们要怎样去做的 怎样去操作 使用 这个电话也是一样 我们就要看 这一个说明书 来学 经典也是如此 我们学经典 这一些经典 释迦摩尼佛留下来的 我们要拿来研究啊 不要把它变成课送本 拿来读罢了 读完一个半小时 还给他了 不要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弄清楚的 现在我们修学很多 所以墨学啊 常常给诸位说 我是很坏的哦 有可能你十几二十年来 你修学是这样的 一遇到我啊 一遇到墨学 你才傻眼啊 错了没 你看我直接讲哦 所以啊 墨学到场的这一些同学啊 一直劝墨学 师父 你在我们这边 这样讲就好了 你不要出去外面讲 你出去外面讲 等一下没有人要请你了 第一次的第一次 第一次 我来了 阿弥陀佛 谢谢 下次 没有的再见 没有的见了 没有再见了 直接 像我们英语这样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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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再见的意思哦 拜拜 所以你看 所以啊 我们经典 这五经 只要选择一步 如果你会觉得 哎呀 我时间上 无量寿经太长了 我没时间 好好来学习 太长了 我能不能选择最短的呢 有 大四字菩萨念佛 原通章 这一篇文章 很短 比心经还短 两百多个字而已 很简单 简易了的 所以我们去了解 里面跟我们讲什么 教我们怎么来念这一句佛 我们在当中去理解 这样子呢 我们依据这一些经教来学习 我们就能够不荒废掉 我们这一生这一世了 不然啊 我们念佛啊 就像敬老说的话 这本册子 这边有没有流通啊 敬老说的话 这本册子很不错 我们老和尚啊 也提倡过 所以敬老在里面啊 给我们讲的什么呢 我们现在众生啊 修学佛法啊 都是自个合理化 自己认为这样对 这样去做 自己修 自己爽 然后修到来 最后呢 还觉得人家不如他 但是啊 在灵命中的时候啊 就见到了 吉米文 而不是阿弥 得佛 你看糟糕吗 太糟糕了 所以现在的念佛人啊 很多 我不晓得这一边的是怎么样 我们那一边的啊 跟诸位说 很多 念佛人 要往生的时候啊 都是 哔哔哔哔哔 知道哦 我不晓得这边啊 我们那边都是 然后我们诸念 十二个小时过后啊 他全身软软 我们就讲 耶 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no such thing 真的 没有这样的事情 真真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就像净土文 我们每天晚上都有读的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 有吗 你看灵灵中的是什么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的 这才叫往生 这才叫往生 不是在那边 哔哔哔哔哔 哔哔 知道哦 那个新的 哔哔哔 阿弥陀佛 你看才来诸念 不是的啊 所以海贤老上做代表给我们看啦 他要往生的时候早上啊 还爬树 晚上的时候 拿着引擎自己敲 人家要帮他 不要 你们去休息 我要回老家啦 拜拜 他敲着敲着 走了 就是这么洒脱 但是我们很多啊 你看 最少 一两天在 Hospital 有没有 这个叫往生啊 没有人来敢学念佛了 每一个念佛都要这样啊 所以有啊 有同学来问师父 师父 原来念佛要去西方 这样困难的啊 而全部的仪器 你看还插管 那个插管啊 我叫称之为霸早鱼 有没有很像哦 很多条 这边 滴滴滴滴滴滴 真的 这不是念佛人啊 我们打开净土圣贤路 没有这样的记载啦 我们都是啊 身无病苦的 没有生病 我们觉得这一个臭皮 难不能用了 我们就 拜拜 不是再见哦 是拜拜 不要再来了 说破世界 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因为今天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明天继续给大家来 讲解 分享 我们共同来学习 真正念佛的方法 好 谢谢诸位 向下文长复以来日 我们直接回向阿弥陀佛